这是讲到这个意向落实 意向实现的这个途径 那我今天的标题是讲到建造教会的蓝图 这句话是大话 但是这个蓝图不是我们的蓝图 而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建造教会的蓝图 你如果持续去读新约圣经的话 你发现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在祂所呼召的门徒所使用的器皿里面 有三个很重要的ministry 有三个很重要的执事 这个执事不是我们教会长职的执事 这是讲到ministry 是职业的职 不是执行的职 教会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执事 一个是福音的执事 传福音 管传福音 那第二个是生命的执事 讲到生命的建造 生命的成长 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在生命里面能够有晋升 能够长大成熟 第三个是讲到建造的执事 重在侍奉方面 所以福音是用彼得做代表 生命是用约翰做代表 而教会的建造是用保罗做代表 这是整个新约核心的信息 基本上是借着他们三位带出来的 所以你从他们三个主要的执事 主要的执事里面把它放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大图画里面 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造教会的蓝图的时候 你就发现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图 基本上就是新约的核心 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子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 这个图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图 我在很多的培训里面讲过 你到这个shopping mall 到这个 那个叫什么 太久没去了 百货公司 那个图里面 你一定会先去看它的平面图 对不对 它会让你知道整个平面图里面有哪些店 哪些店 那么你心里面要知道三件事情 第一个 你到底要去哪里 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你要去的 第二个 你对于你目前所在的地方 你目前的处境有很清楚 而且正确的定位或是评估 第三个 你要找出你达到目标最有效的途径 不管是大百货公司 或是你在地图上 基本上你都要确定你的目标 知道你所在的 然后我怎么样子达到我所要去的地方 除非你是盲目 除非你是随心所欲出去混混 但是人生绝对不可能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人生标杆 我们也要知道我现在到底在哪里 对自己 对于我们所服侍的 对于我们所在的教会 目前的处境 目前的定位 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楚 而且正确的定位跟评估 你才可能真正的继续往前 如果你自己的定位都错的话 那么你底下走路一定失迷 一定有很多的错误跟浪费 所以这一个VIP的图 它一共讲到四个雷 那么第一个雷 我们还是把图打出来 怎么样子让一个人从不信 变成一个基督徒 我们就是借着传福音 让他得救 然后让一个基督徒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怎么样子能够从一垒进到二垒 你看那个菱形红色的里面 有一二三四 就是打棒球的一垒二垒三垒四垒 怎么样子让他从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从一垒进到二垒 成为一个伟生的基督徒 或是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真正的门徒 我们就非常注重他生命的建造 生命的追求 怎么样子从二垒进到三垒 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或是神家的领袖 这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身体 侍奉身体的建造 最后在这一班的领袖 这一班成熟的基督徒 一起来服侍神家 建造神家 带领神家 我们能够产生一个荣神义人的教会 能够叫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被彰显 能够得到这一批有使命感的工人 那么这班工人出现的时候 你不管把他放到任何的地方 他都是为了这个荣耀的意象 跟使命而活着 所以这个图我们在相伯母培训中心上课的时候 每一个垒我们基本上都提五件事情 然后每一件事情底下又有三项 至少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 一共有四垒 然后每一垒底下有五个 每一个五个底下又有三个 你四乘以五乘以三 大概有六十个项目 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借着这样子一堂课 我们很精华性的 很提纲切领的把中间一些关线的点 也是我们过去这么二十多年 将近三十年 在主面前摸索成长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好好好来看 当我们整个图掌握住了解了一个大概的以后 你目前的情形 或是不管是小组或是任何的侍奉 你都应该可以在这个图里面 找到自己目前的定位和处境 然后就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或是我们的小组 我们服侍的团队 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更深地来成长 来加强 那我上次讲到这个图形 它有一个缺陷 它的长处是它是一个progressive model 让你觉得一垒二垒三垒四的 是一个进阶性的 它的缺点就是它不能表达共存 平行往前的这个概念 所以一个人重生得救 它应该可以 也应该就进入了教会的侍奉 所以并不是说你在一垒到二垒 从重生的基督徒变成一个尾生的基督徒 成熟以前你不能服侍 不是的 这两个诗可以并行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